哎呦 莲主子 您怎能亲自捧这盒子 交给奴才就好 说着就要接过盒子 莲花笑着躲开道 多谢张总管 这个不重 我自己来就好 几日不见 张总管风采一旧 威风不解呀 托莲主子的福 那日之事 奴才还未来得及谢过莲主子 今日在此多谢莲主子对奴才的再造之恩 不怪乎星辰殿的小太监们都抢着来苍蓝院办事 这莲主子看着就喜庆 人好说话 从不端着架子 也不吝啬 莲花听到张庆谢他 嘴里客气道 哪里哪里 是张总管的番号 张庆脸上的笑容顿了一下 惭愧惭愧 多亏了莲主子的英明指点 莲花听得笑眯了眼 他对自己的指点是很有信心的 一般一般 哈哈哈哈 莲主子这是准备去哪 去看赵薇姐姐呢 怎么样 张总管 我这样就可以吗 张庆看了一眼小吉子两人抱着的南瓜和包呢 迟一片刻 真着着开口道 莲主子送的东西五花八门 这从种类上讲 便上人一筹 什么 哎呀 那还真是拿对了 咱家是说实话好 还是不说实话好 不说会不会坑了莲主子 哎哟 瞧咱家这脑子 咋就忘了齐嬷嬷呢 哪轮的到咱家来说 想到这里 张庆放下心来 莲主子真是一片赤子之心 想来招姨娘娘是能明白的 莲花冲着张庆点点头 笑意盈盈地说 嗯 多谢张总管 那我们便去了 张庆应了一声 便让开路 目送莲花等人离去 这时 后头端着首饰的小太监低声提醒他 张总管 万岁爷给莲主子的赏赐怎么办 张庆脸上笑意顿时凝固 哎哟 想起来了 赶紧去追莲主子 怎么每次遇到莲主子 脑子就不好使 连来意都忘了 等追上后 张庆将来意说 莲花岔一道 首饰 万岁爷给我赏赐了首饰 好端端的 万岁爷怎会给我赏赐首饰 以前都没有过呢 哈 这不快中秋节了 爷自下首饰好让各宫过节 图个喜庆 这往年也是有的 今年您这份 是万岁爷亲自挑选了赏您的 莲花了然的点点头 原来大家都有啊 那得了 我知晓了 请张总管替我谢谢万岁爷 说爸也不等张庆回话 便迈开步子走了去 啊 这反应不对啊 怎么莲主子也不说瞧瞧这首饰如何 人就这么走了 反应也太平淡了 张庆呆愣了一下 突然想到什么 顿时一惊 哎哟喂 祖宗妖 来前万岁爷与咱家嘱咐 让咱家回去后 仔仔细细给蒋莲主子收到的反应 这如今可怎么办 想到这里 张庆不由地苦着个脸 到了华音店前 莲花捧着盒子停下脚步 一脸要哭的模样 小吉子还以为莲花紧张 开口劝慰道 主子松快心 便当是来玩的 赵姨娘娘这儿不是有玩弹珠的武剑 您与赵姨娘娘能聊上话 不必担心没话讲 莲花摇了摇头 小吉子 闻要急 哎呀 出门前忙忙叨叨的 忘记出宫了 这要是回苍兰院去 那得多远 可要是在华音店出宫 这 这实在有点难以及吃 就在几人慌乱之时 明镜已经走了出来 看到几人抱的物件 也是愣了愣 奴婢有礼了 莲主子正是看望娘娘来了 嗯 来看望赵姨娘娘 莲主子有心了 这些是 莲花脸红红的 有些羞涩的道 是送与赵姨娘娘的呢 哎呀 怎么办 有些憋不住了 怎么早不及晚不及 现在才急 明镜见她神色不对 有些奇怪 带着一丝关切的问道 脸主子这是怎么了 小吉子见此上前向明镜低声说了几句 明镜听后了然地点点头 你先进去和主子禀报一声 请主子稍待片刻 我和莲主子去去就回 哎呀 真是丢脸丢到华音店了 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现成的地方让我钻进去 太丢人了 等莲花回来 就见徐昭姨背着身等在了先前她离开的地方 旁边小吉子几人低着头在一旁 莲花赶忙上前行李道 参见昭姨姐 娘娘 徐昭姨回过头来 大步朝着莲花走来 既然姐姐都叫了一半 又何必改口叫娘娘 起来吧 往后不必行这些虚礼 莲花只起身子 有些羞涩 娘娘 姐姐久等了 徐昭姨摇摇头 我仙头满身臭汗 刚跟了一来 刚来你便回来了 不曾等什么 接着徐昭姨仔细看了看莲花 气色很不错 看来皇帝将你养得很好 如今宫里头鱼龙混杂 他怎肯让你出来了 怎么没明白昭姨姐姐说的什么呢 跟万岁爷有什么关系 一旁的明镜无奈提醒她 主罪 徐昭姨反应过来 心想可别吓着这丫头 可想吃些什么 莲花摇摇头 不用呢 刚吃了来的 先前送你的弹珠 可还喜欢 若是喜欢 店里有整套玩弹珠的物件 稍后带你去玩 莲花听到弹珠 眼神发亮的连连点头 徐昭姨见她这副模样 也忍不住笑了笑 都会些什么 出钢和打地洞都会呢 不错 这两种玩法都很好 进入主店里头 徐昭姨拉着莲花坐下 明镜早已将糕点和莲花袋的礼物摆上 徐昭姨这时看着桌上的礼物也有些发愣 这是瓜子 莲花有些局促地解释道 昭姨姐姐 这瓜子是苍蓝怨重的 是我们自己炒的呢 想带给您尝尝 是吗 那我可要好好尝尝 说吧 徐昭姨就拿起几个瓜子尝了尝 嗯 很香 妹妹手艺不错 这南瓜苞米都是苍蓝怨重的 莲花欢喜得连连点头 妹妹真是多才多艺 这苞米和南瓜品相都很好 徐昭姨能看出莲花准备得很用心 当即便对明镜吩咐道 稍后将这些拿去放好 这几日做成膳食与我尝尝 明镜点头应下 徐昭姨又接着看向诗盒 妹妹致带的是什么 桂花糕和山楂糕呢 带来请昭姨姐姐尝尝 徐昭姨点了点头 很不错 这是妹妹亲手做的 食料是我调的 别的大多是小青做的 奶奶不让我下手 徐昭姨玩耳一笑 接着又看向最大的那个盒子 才发现里头竟是装着一柄剑 此剑叫什么 有什么说法 此剑叫什么 有什么说法 见徐昭姨询问 莲花赶忙介绍道 姐姐 这把桃木剑我取名乾坤剑呢 您瞧剑格这里是乾坤 下头是山河 一围兄友乾坤 守卫山河 这个是万岁爷做的权势 真是多亏了万岁爷呢 不然以我肚子里的那点墨水 可想不出这么好的词 兄友乾坤 守卫山河 徐昭姨喃自语 正正地看着手中的桃木剑 看到最后她竟是弯下腰来 忽然有些不能自已 莲花剑徐昭姨这副模样 吓了一跳 连忙过去扶起徐昭姨 姐姐 您怎么了 这剑若是不好 那便 那便不要了 怎么看个剑 人就成了这样子 哎呀 是不是这剑拿不好 冲撞了 一旁的明镜也赶忙冲过来将人扶着 急得连以前的称呼都喊得出来 小姐 您没事吧 小姐 小姐这副样子 一定是又想起了战死的未婚夫 沈明将军 当年若不是沈将军将生路让给了小姐 怕是小姐早已不在人世 想到此处 明镜既哀伤又忧心 徐昭姨缓过进来 放下桃木剑 朝明镜示意道 我无事 接着转头紧紧盯着莲花说道 丫头 为何桃木剑上你要刻这样的图案 莲花被看得不知所措 磕磕巴巴道 便 您姐姐身上气质独特 别的 别的都不搭 只有这个 我 我觉得和姐姐比较搭 昭姨姐姐这是怎么了 莫不是被这桃木剑刺激到了 哎呀 早知道就可别的了 徐昭姨听莲花说完 一把抓起她的手 将其牢牢握住 妹妹 多谢你 这把桃木剑我很喜欢 很喜欢 雄有乾坤 首位山河 明哥 这就是你的一生啊 这把就是属于你的剑啊 再也没有比这把剑的寓意 更好诠释你的一生了 不久后 你的威名将得以招雪 莲花此时手被捏得生疼 也不敢表露 好在徐昭姨很快回过神来将手放开 妹妹 你无事吧 莲花松了口气 看着一脸愧疚的徐昭姨说道 昭姨姐姐 我没事的 您别担心 姐姐方才对不住了 和你赔礼好不好 莲花听得连连摇头 昭姨姐姐言重了 这等小事 怎么也要赔礼 徐昭姨不理莲花 对着明镜吩咐道 明镜 将桃木剑好好收好 明镜点头硬下 徐昭姨这才看向莲花 姐姐带你去看好玩的 你看中什么 尽管挑选 就当是姐姐的赔礼 不容莲花拒绝 徐昭姨就将其带到 练舞场后的一处房间 当莲花看到里头 摆设的那一叉呢 顿时更大眼睛惊呆了 小木马 醋鞠 弹弓 剑靶子等等 都是莲花小时喜爱的玩具 我的天哪 我小时候是不是梦过 这样的地方 为何这里的每一样 都那么合我的心意 莲花不由自主地走上前 伸出手摸了摸小木马 徐昭姨见状走上前说道 我扶着你 上去骑一下 莲花抽回手 摇了摇头 莲花有些尴尬的解释道 我已经是大人了呢 不能小孩子心性了 徐昭姨反应过来 爽朗大笑 大人也能玩 我平日里无事也会做做 莲花眼睛一亮 旋即又摇了摇头 出门前 请我目前低音万嘱咐 不让我爬高跳低的 若是在这里出个什么事 会害了昭姨姐姐的 出门做客 我要乖一点 好 我就不强迫你完了 这些东西留着你下次玩 这个屋子 本身就是为了缅怀妹妹而见的 如今能有个妹妹喜欢 东西全送了又何妨 谢谢昭姨姐姐 再说皇帝这头 下朝后便立即召来 张庆询问莲花情况 送过去的首饰 她可喜欢 每一件首饰 都是震惊挑戏选的 最善的小费瓶了 戴上一定好看 想到这里 皇帝不留地露出笑容 而张庆则是垂着头苦着脸说道 提禀万岁爷 首饰莲主子还未曾看 该怎么和万岁爷说呢 可愁死咱家了 这才刚回来当值没多久 真是出师不利 皇帝闻眼有些吃惊 什么 都这时辰了还未洗 这都日上中天了 咱的还未洗 莫不是这段时日 为了给徐荣英准备礼物 累着了吧 当初就该打消他的念头 真是失色 张庆头捶得更低了 肩色回道 起了起了 奴才去时遇到莲主子 只是当时莲主子正要外出 外出去哪 奴才问了 莲主子说要去华英殿 看望徐昭仪 你就没有和他说首诗之诗 张庆一诗语音 来了来了 万岁爷果然要问 幸得当时追上莲小主了 不然当下都不知如何回话 奴才说了 莲主子让奴才转答 说谢谢万岁爷的赏赐 只是莲主子他急着去华英殿 还未来得及看 皇帝沉默半傻 忍了忍又忍了忍 终于忍不住地冷哼一声 真是气煞震眼 这小白眼狼 正耗费如此多精力帮他挑选 还在此想他的反应 想东想西的 他倒好 急着去看徐荣英 连看都未看一眼 难不成徐荣英比这还重要 这小妃嫔 当真是体养了 张庆怕万岁爷怪罪莲主子 连忙解释道 万岁爷 当时是莲主子出了门 奴才才说的 他并非是有心呐 出了门若要折返 又须费一番功夫 过啊 哼 不必再说 明眼瞧着万岁爷就是生气了 莲主子怎么就不能先看一眼呢 哎哟 那可是万岁爷的一片心意啊 现在可如何是好 张庆正在心中措辞 就听皇帝接着说道 张庆 百家苍兰院 这要在苍兰院用武膳 今日非要和这小妃兵 好好讲讲道理 好好说道说道 相较皇帝的编门 华英殿这边 一大一小相谈的十分融洽 这时明镜走了进来 出声询问道 主子 连主子 武膳十分快智 是否传令下去准备摆膳 莲花文言赶忙起身 正想要告辞 就听徐昭仪相邀 妹妹 留这里用膳如何 姐姐 啊 是不是太麻烦了 这不好吧 第一次来做客 耽搁了昭仪姐姐这么久 还留下吃饭 做客可以这样吗 徐昭仪笑着说道 饿了吧 留下来陪姐姐用武膳可好 莲花感受到肚子的呼叫 老老实实说道 有些了 只是奶奶还等我回去用膳呢 若是不回去 奶奶会担心我的 徐昭仿佛看出了莲花的为难 直接开口吩咐道 明镜 你拙人去苍蓝院 和齐嬷嬷嬷说一声 莲美人饿了 午膳在我这里用 晚些再回去 明镜点头应下 便退出了房间 莲花此时还是有些顾虑 只是不等她说出 徐昭仪接着对她道 用完膳 姐姐给你武剑如何 用完膳 姐姐给你武剑如何 莲花双眼亮晶晶地看向徐昭仪 惊喜说道 姐姐 你怎么会那么多 起码说剑会 武剑也会呢 好厉害啊 徐昭仪见莲花这模样 不禁乐道 等你以后方便了 姐姐教你如何 真的吗 那起码也能教吗 徐昭仪眼含笑意地点点头 你想学什么 姐姐都教 哦 姐姐真好 姐姐像的大英雄一般 什么都会 好厉害 不好佩服呢 华英殿内 一大衣小衣服 其乐融融的画面 然而苍蓝院内的景象 就不太美妙了 皇帝和嬷嬷大眼瞪小眼 气氛沉闷极了 这时张庆匆匆小跑过来 万岁爷 华英念徐昭仪派人来说 连主则要用过苦膳才能回来 皇帝闻言怕了口气 朕知晓了 罢了 天大地大 小妃嫔 填饱肚子最大 可别饿着了 徐荣英也真是的 人不像是热情好客的 怎会偏偏将小妃嫔留下用武膳 皇帝回过神不在想 正想给齐嬷嬷加菜 就见齐嬷嬷嬷早已放下筷子 见他回神 便开口说道 万岁爷慢用 老奴用好了 皇帝正想关切几句 又见齐嬷嬷嬷说道 若是万岁爷太忙 今后便不必陪我这个老婆子用膳 还是和那小闺女一起用膳有意思 皇帝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 实在让人提不起食欲来 等齐嬷嬷嬷走后 皇帝自己也吃不下了 便对着张庆吩咐道 张庆 将饭撤下去 记得让人去华英殿 看看那美人何时会来 看 奴才这就派人去盯着 相对于皇帝的苦闻 莲花简直乐不思数 此时的徐昭仪刚刚五万一减 好 姐姐好厉害 姐姐好威风 说吧莲花眼冒心情 拎其手里的布鲸 像个小狗腿一般走过去 殷勤地说 姐姐你五见五得实在太好看了 快擦擦汗 姐姐可不可呀 我给你倒茶水喝 徐昭仪接过莲花地上的布鲸 笑着说道 那便多谢妹妹了 明镜此时端上汤椅 笑盈盈对着莲花道 莲主子 这一杯是主子的 这碗酸梅蜂蜜露是给您的 请 莲花掠过那碗酸梅蜂蜜露 端起茶盏转头对着徐昭仪道 姐姐先用 徐昭仪忍不住摸摸莲花的脑袋 真乖 莲花哼哼地摇摇头 姐姐不要动我头发 发际要散了 徐昭仪大笑出声 等一下让明镜给你输个 漂漂亮亮的发际 她输头的手艺可是一绝 定会将我们的小美人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那就先多谢明镜姑姑 只是姐姐不可再动我头发了 否则真要披头散发不可 徐昭仪指的遗憾地放下手 看到旁边的碗 对她说道 用些汤水吧 莲花闻言则看向小吉子 小吉子笑着点了点头 这副样子倒是看得徐昭仪略有不爽 小丫头挺谨慎 每到要吃东西时 便看他那小太监 小太监点头他才吃 在姐姐这里尽管放心 姐姐不会害你 说爸又忍不住伸手耗了耗莲花 莲花被逗得哈哈大笑 哈哈 不是的 姐姐 哈哈 我不知道我能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莲花笑得双颊红扑扑的 想要将身孕的事告知徐昭仪 姐姐 我 徐昭仪赶忙截住她的话 你想说的我已知晓 不必再说 今后这些事 皇帝让你说你在说 不让你说便不必管 听她的安排便好 隔墙有耳 华音店里也有钉子 皇帝不往外说自由打算 既然如此 还是不要让小丫头说得好 都听姐姐的 两人聊得开心 这时又一名小太监匆匆跑来跟明镜低声几句 明镜听后朝主子递了个眼色 徐昭仪新知识皇帝又来催了 还真是着急 让她等着 明镜无奈地摇摇头 主子这性子啊 哎 已经来了两个小太监了 还是接着想个由头打发的去吧 苍蓝院中 皇帝嘴上说着别催 实则却是等得抓心脑肺 张庆 连美人还没消息 回禀万岁也 连主子用过膳后 正在歇息 说是歇息好就回 皇帝心中盘算了一下时辰 不由得看了比气 这个时辰 恰恰是那小黑瓶五歇的时辰 还是等人歇息后再说吧 盼星星盼月亮等莲花 从华英殿出来的 可不止皇帝一人 还有华清殿的一群 喝茶喝到饱的公妃 今日贵妃办了个小宴 将这些人邀请过来 娘娘 好久未曾见连美人 姐妹们都想得紧 不如等她从华英殿出来 请她来一句 其他人心照不宣纷纷附和 前阵子给连美人送礼 听说她身体不适 嫔妾真是好生担忧 正是 今日渐渐也好让嫔妾们放心 贵妃文言笑了笑 妹妹们有心了 小丽莲美人知道了 定会感怀于心 既如此 彩霞 你带几个人到华英殿外头等着 等人出来便请她过来一句 彩霞点头硬下 便退了下去 此时店内有个不长眼的妃嫔开口道 若是孙妹妹在就好了 孙才人最看不惯苍蓝院那位 有她在 场面定然好看 店中热爱的气氛呼的一致 孙才人是染病出宫 各妃嫔都以为是贵妃的手柄 让得贵妃有口难言 只能安抚地笑笑道 等人便好了 就回来了 孙才人即人自有天相 定会完好回来 有了这句话 场面又重新热闹起来 众人都开始期盼苍蓝院那位的到来 只是好半场过去后 依旧没有人来 这华英殿到贵妃娘娘的请殿 也没多远 为何迟迟不见她的身影 想必是路上有事耽搁了 咱们再等等 众人起初还有些笑容 只是接连一个时辰过去也不见人 就连贵妃脸上都没了笑容 这都过去一个时辰了 也不见连美人的身影 想来她有事 不如妹妹们改日再聚 娘娘 凭借瞧这时间上早 不如再等等 薛贵妃也不想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下便是点了点头 而在御花园的一处亭子 彩霞几人在此等的花都要泄了 突然一个小太监惊呼道 咕咕 彩霞咕咕 人 人 彩霞此时正等的焦躁不耐 闻言顿时呵斥道 住嘴 喳喳呼呼像个什么话 每个坠了咱们华庆变的威风 不是 彩霞姑姑 你瞧那边 彩霞闻言转头望去 只见莲花几人正有说有笑地往此走来 彩霞提了口气 狠狠说道 都听好了 把连美人和她底下的人都请回去 若是露了一个 是了了有你们好果子吃 几人心头一震 连忙点头应下 其嬷嬷那老后不知好歹 仗着先派皇太后和三品报名的有公身份 你老卖老 连娘娘的面子也敢不给 所以万万不能让她来讲胡了娘娘的好事 想到这里 蔡霞低声和几个小太监再次嘱咐 等下你们几人围过去 把去路补住 见机行事 将主子和奴才全部请走 是 莲花这边几人正说得高兴啊 突然小青看见前方几人似是来者不善 小吉子 你瞧瞧那几个人是不是等咱的 小吉子 你瞧瞧那几个人是不是等咱的 莲花闻言转过头看去 原来是华庆殿的彩霞 像是有备而来的呢 小吉子脸色有些凝重 主子 来这不善 若有不对 您先走 贵妃为高权重 又执掌后功 躲是躲不掉的 终究有一日会碰上 为了主子的安慰 得去找万岁爷才行 莲花摇了摇头 思考片刻 不做高声道 来都来了 会会又如何 赛翁是马燕之飞福 啊 这么严肃的时刻 主子还用心思说笑 而且主子有时候用的成语 真是一言难尽 主子 还是让小青去苍蓝院 跟万岁爷说说 省得冲撞到您 来不及了 他们已经过来了 话音刚弱 就见彩霞带着两个小太监 皮笑肉不笑地走到跟前 原主子安好 我们娘娘有请 莲花上下打量了彩霞一眼 用弃死人不偿命的语气说道 你是 就在莲花跟彩霞玩心眼时 在苍蓝院里 皇帝都等成忘夫时了 再等下去 都该来晚膳了 那小飞瓶怎的还没回来 万岁爷 奴才派去的小太监回话 说在回来的路上了 只是 这是什么 在玉花园的小道 看见了华庆殿的彩霞 带着几人守在莲主子回来的路上 原来如此 想来是薛贵妃的主意 张庆 你派几个身手好的护卫过去盯着 张庆点头应想 看 奴才这就去安排 曹德纳斯查出来的香膏来自薛贵妃 孙才人招供的却是周常在 似乎隐约有人在暗中将所有线索 引导指向薛家 可真有意思啊 再说玉花园这边 彩霞被莲花这副模样气得不轻 硬生生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 莲主子真是说笑了 奴婢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贵妃娘娘对您很是关切 在华庆殿已等候多时 您到了便知奴婢没有骗您 还望莲主子能闪个脸 去华庆殿与娘娘一叙 彩霞特意将等候多时咬得极重 然而莲花却是呕得点点头 又满是不赞同的语气说 哎呀 你这奴婢 怎能不早说 耽搁了大半日 贵妃娘娘降罪可如何设好 彩霞气得差点跳起来 小妻子二人则是在旁边辛苦憋着笑 论气人的功力 若主子说是第二 那就没人赶成第一了 彩霞憋着气咬牙说道 莲主子 姓王 莲花也是失望地叹了口气 华庆殿的宫女就是不一般 比里美人的强多了 竟然不接茶 可惜了 费了一番功夫 总算把人带到了门口 莲主子 您稍等 牛逼去通比娘娘一声 莲花点点头 等彩霞离去 莲花瞧着眼前高大微额的电雨 忍不住和小青嘀咕起来 这么高 冬天的风吹进去都能转几个圈 不知饱不饱暖 天马上就要冷了 算 看着真冷 小青也抬头看看 审视了一番 最后下结论道 嗯 费太火 小吉子听得好笑 主子真是一副美心美肺的模样 都不想想一会儿咋用对贵妃娘娘 哎 真不知如何是好 见招拆招吧 华庆殿内 贵妃听闻人到了 直起身子有些急切的道 来了 快让她进来 彩霞应了一声 便匆匆小跑出去 其他妃嫔皆是精神一阵 以此对视一眼 眼中截然起雄雄的战意 片刻后 在众人万众期待中 莲花总算出现了 凭借见过贵妃娘娘 贵妃瞥了莲花一眼 挤出一个笑容 起来吧 莲妹妹能来 真令本宫的华庆殿堂壁生辉 莲花能觉察到头上 落了很多道探究的目光 湛然的起身 抬头左右望了望 观察了正殿一周 笑盈盈说道 娘娘 您的殿里头刻画雕材 紧绊珠莲 确实光彩夺目 十分贵气 啊 这莲美人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 每次冒出的话 都让本宫不知如何接下去 贵妃默了默 重新温和地客套道 听说前阵子莲妹妹身体不适 卸下可好了 莲花愣了一下 娘娘何出此言 我什么时候身体不适了 呃 哦 对了 这上次各位妃嫔来苍蓝院拜贺时 其嬷嬷用的借口呢 想到这里 莲花忧愁地说道 嗯 还有些不是 是好是不好的 说不大好呢 咦 这面色红润 唇红齿白的模样 还有些不适 这是骗鬼呢 吩咐人赐作 别让莲美人身子不舒坦了 嘿嘿 贫妾多谢娘娘 片刻后 莲花笑眯眯地落座 看着桌上的茶水 糕点有些发愣 我记得贵妃娘娘 不是挺财大气粗吗 怎的今日茶水这么淡 连糕点都这么少 哎 看来这年头 连贵妃日子也不好过 腰结一缩食起来 莲花抬头望去 瞬间觉得贵妃 就连差子都不如以前跪起来 于是露出一个同情的眼神 贵妃一直关注着莲花 瞬间看懂了她眼中的同情 心中不由地怒火中烧 这连美人看落库 护一般的眼神 看本宫是什么意思 该死的 又盯着本宫头上的钗子作甚 本宫这头上的钗子可是孤品 还有 一副怜悯的样子看着茶水作甚 莫不是以为本宫舍不得放茶叶吧 贵妃气得心口发疼 脑人突突直跳 这时 不带见莲花的假才人 率先开口讽刺道 连美人真是好生朴素洁解解 头戴的眷花脸品不算 身着的衣裳还如此朴素无光 无半分刺绣 真真令人敬佩 莲花看向下手的假才人 连有些数 却有些记不清了 你是 不等假才人出生 莲花接着说 想起来了 你原来跟在刘双殿的李美人后头吧 我记得你 原来是姐妹妹 是李了 这连美人是故意的吧 肯定是故意的 假装不记得我 又提起李氏那个贱人 真是晦气 假才人鼻子都气歪了 却还是得忍着回 正是平气 急于搬回一城 假才人又到 不知连美人这身形头是哪做的 实在太过敷衍了事 平切不才 对衣裳做工略懂一二 若是连美人有需要 平切可以教你一教 莲花摇了摇头 我也不清楚呢 哎呀 现在宫里头的娘娘要求这么高嘛 连这身万岁爷送的衣裳 都觉得朴素无光 那往后这假才人 是不是得在身上挂挤的大灯笼 才够常亮啊 假才人吃笑出声 连美人莫不是让底下的奴才置办的 可别被奴才糊弄了 莲花听到假才人说手下人 顿时不乐意了 不劳姐妹妹操心 心中有鬼才一神一鬼的 我这衣裳万岁爷给的 你要想知道 就自己问去 假才人一言 他连万岁爷的面都见不着 怎么去问 回过神来又是一惊 万岁爷所赐之物 那方才我不是只笑万岁爷了 想到这里 假才人连忙低下头 不敢再说 贵妃听闻是皇帝所赐衣裳 则是满脸冷意 往常万岁爷最多是赏赐不平 何曾费心思赐过和身的衣裳 是万岁爷不懂女子 现在看来 只是万岁爷不在意罢了 想到这里 贵妃深吸一口气 眼下心中的嫉恨 而莲花则是看着假才人一正言辞道 假妹妹四对朴素杰尖�锁不耻 小鸡子 万岁爷平日里都怎么教导来着 假妹妹四对朴素杰尖锁不耻 小鸡子 万岁爷平日里都怎么教导来着 小鸡子早看着假才人不顺眼了 知道主子是想让他们出出气 便上前一步说道 回宾主子 万岁爷一向畅行 质朴实在而不浮华 功行结件 最恨奢靡攀比之风 说得不错 莲花又语重心肠对假才人道 假妹妹你听听 万岁爷自己都如此 我等自然要追随爷的脚步 你这样可如何是好 我心甚忧啊 若是让万岁爷知晓 哎 哼 让你说我苍蓝怨的人 今日非要吓吓你 假才人脸上火辣辣的疼 心中又惊又惧 连声否认 我没有 我 凭借没有 你你你莫要胡说 当初赏花宴上的李美人 就是前车之剑 若是让这连美人吹吹阵边风 等着罪名落实 非得推一层题不可 想到这里 假才人求助地看向贵妃 贵妃眼底闪过一丝默然 出口道 连妹妹 不过姐妹间的玩笑话 你莫要在意 万岁爷日礼万机 朝物繁忙 此等小事又何须放到爷前说 你说是不是 贵妃说完 转头又对假才人道 假才人 你今后当紧言顺行才是 不可再开这样的玩笑 这蠢货开口时候 本宫就知道没什么好结果 不过眼下这么多人看着 还是得表一表态才是 赵美人赶忙打圆场负荷道 是啊 玩笑罢了 莫要当真 是啊是啊 玩笑而已 莲花可有可无地呕了一声 看得薛贵妃心中怒火万丈 本宫乃当朝贵妃 眼前这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美人 竟然敢藐视本宫 不行 不能再被她牵着走了 贵妃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严爱地看了莲花一眼 又叹息一声 一副幽丝难忍的模样 众人健壮 纷纷开口关切道 娘娘 您这是怎么了 今日小燕 请诸位姐妹来此 只为让姐妹们高兴高兴 还是不提也罢 娘娘若有什么烦扰之事 可说与姐妹们 若有什么让我等去做的 我等自是心甘情愿效劳 为娘娘分忧 赵姐姐说得不错 娘娘若有心事 切勿闷在心中 平白闷坏了身子 让诸位姐妹担心 趁着姐妹们都在 不如说出来 让诸位姐妹劝姐一二 将心结解开 贵妃又看了莲花一眼 黯然地摇摇头 今日来的都是自家姐妹 一人优好过多人仇 还是不说了 假才人急于表现自己 急急地道 娘娘都说是自家姐妹了 怎的还如此见外 赵美人闻贤之雅意 见贵妃特地看了莲花一眼 便开口说道 莲妹妹 你说呢 莲花想了想 抓住重点耿直地问 没来的就不是自家姐妹吗 娘娘没那个意思 娘娘是说 咱们都是自家姐妹 自然不说两家话 对 娘娘重情重义 但我等如亲姐妹一般 实乃是我等之幸 哼 这个油言不尽 狡猾如胡的莲美人 果真滑不溜手 竟然敢抓本宫的小辫子 莲花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呃 原来如此 这位姐姐 你方才要我说什么 赵美人一时雨夜 感情这位主丫都没在听 假才人看不惯地出言道 娘娘有心事 心中忧虑不安 却不肯说出来让我等分忧 此乃大意也 娘娘平日里就待姐妹们如此好 你就说该不该为娘娘分忧吧 贵妃文言暗自点了点头 莲花则是有些发愣 贵妃娘娘能有什么心事的 执掌后宫 优位高权重 若是后宫琐碎知识太多 贵妃她坐不来 死了不就清醒了 何必为难自己 莲花想想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当看见贵妃头上的差时 莲花顿时误了 娘娘是银子不够花吗 贵妃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 果然 这脸美人刚坐下那会儿 果然是看落魄户一般的眼神看望 本宫出身世家大族 何曾缺过银子 这脸美人当真辱人 想到贵妃咬着牙说道 你多心了 本宫银子够花 莲花见贵妃死鸭子嘴硬 感慨地摇摇头 正是见打肿脸充胖子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还真是多 有难处就双倍 这里这么多人见她困难 口口声声说是娘娘的姐妹 难道不帮她一二 不过这样也好 不然若是要捐银子 我可捐不出来 是 娘娘说的是 贵妃气得老瓜子嗡嗡作响 就想立刻用银子砸死面前的小美人 照美人见状 官妃地问道 娘娘您没事吧 贵妃无力地摇摇头 重新提起精神 姐姐多谢连妹妹一番苦心 只是另有她是一直堵在姐姐心口 使得姐姐美美梦中惊醒 便觉愧疚难安 贵妃娘娘看着很痛苦啊 那得是多大的事啊 我得假装关心一下吧 莲花正要开口 贵妃怕莲花又说出什么惊人之言 莲芒说道 如今见诸位姐妹忧心于本宫 本宫心中及时安慰 诸位姐妹们是本宫最看重之人 此事事关重大 又和诸位姐妹修气相关 便不再相瞒 只是出去后便当本宫不曾说过 说吧贵妃看向莲花 只见小妃平一副看热闹的神情 惹得贵妃心中杀意平线 这连美人竟然不把本宫的话当回事 今日定要这位好看 此事本不该本宫去说 只是后宫如今无中宫 本宫又深受黄恩 殿岳祖带袍说道 万岁爷已登基十年有余 西夏却无子嗣 此乃我等失职 是我等之过 娘娘 您万万不能这么说 是啊娘娘 这也不是您一人之责 见场子热得差不多了 贵妃继续开口 本宫是个无能之人 昔日有怨 受尽宠爱关切 却未能保住 不能为万岁爷带下黄恩 还伤了身子 每每想起此事 本宫就心有不安 愧疚难当 此时殿中气氛极其诡异 莲花有种很奇怪的感觉 贵妃娘娘说来说去 好似要特地与我说一般 说什么昔日有怨不能保住 哎呀 那可提醒我了 往后要小心才是 贵妃看了一圈众人反应 见效果已达到 又开始说起来 哎 姐姐身子已坏 这都是命 就指望诸位姐妹了 今后要多多努力 我等要齐心协力 为君非忧啊 谁若是能投一个魏爷带下皇子 万岁爷定然龙颜大怨 前朝大臣必定欢欣鼓舞 说不定 贵妃化魏严靖 后面静是无穷之意 一众非评的野心都被贵妃勾起 周常在文言眼中却是闪过冷光 宫中这么多年无子 各种缘由贵妃不是最清楚 竟还在此惺惺作态 贵妃的确身子已坏 但却并不彻底 条理得当便有希望 只是却不想中途杀出个莲美人 众人此时奇奇看向莲花 眼中怀着汹涌敌 莲美人 咱们做妃子的要有自觉 可不能像寻常人家的小妾那般 尚不得谈念 霸占着万岁爷不放啊 善渡乃自取灭亡之道 可要不得呢 莲妹妹看着面善 想来不会是这样的人吧 贵妃见目的达到 便开始隔岸观火 小妻子心中愤慨 暗自着急 这群人不怀好意 演了一出大戏 明立案里说主子霸着万岁爷不放 将主子推向后宫所有人的对立面 若是今后万岁爷不宠心其他人 便是主子的不是 小妻子怕莲花被绕晕 便想开口 贾才人眼尖地看到她想动 顿时出口道 哎哟 莲美人身后的奴才是怎么了 莫不是想出宫吧 虽没有规矩 可我们做主子的 也不是苛代之人 要去便快去 莲花闻言看了一眼小妻子 就知道贾才人又在胡说八道了 这贾才人三番四次 真对我的人是何意 想到这 莲花不客气道 贾妹妹 你有口气 啊 贾妹妹 你有口气 啊 你说什么 莲花接着一脸嫌弃的又痛心地说道 好大的口气啊 你不知吗 得 看你是不知 定人是久闻其臭而不知其臭 你自己闻闻看 先管管自己的口气吧 默训着了姐姐妹妹们 贾才人终是反应过来 苍兰愿这位竟然指桑骂槐 那我嘴臭 真是欺人太甚 莲花见这贾才人不太聪慧的样子 懒得再理他 对着众人笑迎迎的道 诸位姐妹确实懂我 我这人长得好看 心形高洁 万岁爷也常常这么夸我呢 哎呀 夸我的 照单全收就是了 只是万岁爷是万万不能推出去的 见众人脸色并不好看 莲花狡诈一笑 万岁爷乃千古明君 勤政爱迷 人厚礼贤 待后宫更是宽厚无比 能伺候爷是我等之福分 诸位姐妹方才说不能霸占万岁爷是吧 我深以为然 贵妃听闻此话都是来了精神 她可不信这位主能这么简单顺了她的心意 只见莲花又是叹息 又是摇头 似是有些无奈 可万岁爷一直要来 唯有什么法子 也能垂碍于我 我心中又惶恐又喜不自禁 唯有仅尊本分 好好伺候万岁爷 却是做不得万岁爷的主的 众人一听 顿时气炸了 这脸美人实在可恶 说得滴水不漏 吊着我们的胃口 话锋一转全推到万岁爷头上 让我们反驳不得 莲花脸上故意带着天真懵懂 就想气死这些人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这帮人口口声声姐妹 却满含敌意 我又不傻 顺着他们才怪呢 贵妃满含冷意 朝着赵美人使了个眼色 赵美人见状顿时开口道 莲妹妹 你我虽同意品级 可我年纪比你大个几分 便唤你一声妹妹如何 莲花笑着点点头 莲妹妹来了这么久 方才又说了如此多话 怎的不喝茶润润嗓 假才人听到这话也阴阳怪气得到 哟 姐妹们都喝了 就连美人不喝 莫不是嫌贵妃娘娘这的茶不好喝吧 真是好大的架子 贵妃心中赞实 露出一丝阴冷的笑意 赵美人还是有几分聪慧的 总算提到了茶 这茶可不简单 普通人有活血之效 然而有孕之人喝了却会滑胎 就算事后出了问题 本宫也最多不过是失茶之醉 莲花一脸看智障的眼神扫了一圈这些人 不可可就不喝 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说吧又抬头对着贵妃道 娘娘 其他姐妹们好似在帮您可惜这杯茶 我也觉得怪浪费的 刚刚才说了要节俭 这杯茶虽很寡诞 可不喝终究是可惜 贵妃也含气盼 急切地想知道莲花是会喝下 还是会坦白有孕之事 只见莲花铿锵有力的道 若不然就到回去好了 给更有需要的姐妹们喝 贵妃还没反应过来 就见莲花转头对小吉子吩咐道 小吉子 你们几个把这茶水分给其他娘娘们 都小心点 别洒出一滴来 贵妃娘娘会心疼的 小吉子笑着点头应下 节见节见 主子放心 奴才不会浪费的 贵妃闻言不可饿 凤幕圆凳 终于控制不住地怒喝一声 够了 今日若是由这苍蓝院 这位姜茶道回去 明日本宫就要成全后宫的笑柄了 莲花闻言不为所动 娘娘您说的够了 是这茶不要了吗 还是说其他姐妹们茶喝够了 其他妃嫔倒吸一口气 这脸美人好胆量 贵妃娘娘明眼看着就是生气了 而她仿佛无知无觉般 还敢问够了是何意 这是吃了豹子胆了吧 贵妃心非都要气炸了 后宫何时有人敢如此质问于她 不过一杯茶罢了 莲奶奶不必如此 不想喝便不喝 无妨 莲花妆都不妆了 现下她已然十分不耐 不依不饶说道 可是万岁爷说过要节俭的呀 我又不渴 这茶也不能浪费 怎么办是好 贵妃人言险些又要控制不住了 正想说些什么 突然一道声音传来 说得好 爱妃所言极是 话音落下 一道明黄色身影便徐续走进店内 见到来人 莲花惊喜出声 万岁爷 皇帝朝她示意地点点头 接着开口道 当今名声多见 大到朝政国事 小到一说一场 都当节俭 我等受尽民间供奉 更该如此 爱妃能从小时中身体力行 朕心甚畏 皇帝已在殿外 听了一段时间的墙角 见事态有所失控 便连忙走了进来 这些人居心不良 竟敢挑拨朕和她的感情 齐心可诛 好在小飞瓶够几点 不枉朕平时的教导 贵妃没想到皇帝会突然出现 帮忙起身走下行李 参见万岁爷 不知万岁爷来了 有失远迎 臣妾等时在罪过 哼 若不是朕来得巧 恐怕会凑过这场精彩的大戏 朕不在时 各个张牙舞爪 这会有如此怪巧 回去上戏真是可惜了 皇帝不理众人 仰起嘴角慢步走到莲花跟前 今日出来这么久 可累了 莲花起身笑盈盈说道 不累呢 也怎么来了呀 是来找臣妾的吗 嗯 朕回去用了午膳 又等了等 见你还未回 便出来看看 嗯 臣妾和嬷嬷说了的呀 去招一姐姐那做客了 也回去了 怎么不派人来和臣妾说一声 这样臣妾就回去了呀 莲花看了贵妃一眼 记上心头 掐尖嗓子娇滴滴说道 哎呦 爷真是 怎可亲自前来 实在让臣妾受宠若惊 臣妾实在心有不安 愧疚难当 哼 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我也会说的呢 皇帝满含笑意地看着她装模作样 接着深深地看了贵妃一眼 薛婉君平日装得极好 让臣一直认为她温婉大度 处事得体 没想到却在背后拉帮结派 工人排挤他人 好啊 野心果然被养肥了 贵妃低着头 维持行李姿势 听到莲花的话顿时被气得不轻 不过更多的却是难过 不过才短短半日不见而已 皇帝竟然亲自来寻 本宫已多日不见万岁爷 又何曾见也出现过后宫 顽皮 开发 皇帝伸出手 薅了薅莲花头发 惹得莲花直咬头 哎呀 万岁爷没有徐昭依姐姐 将臣妾发迹弄乱了 这可是明镜姑姑输的呢 是臣妾最好看的发迹了 什么 徐荣英竟然还揉了她头发 岂有此理 那可是朕才能做的事 罢了 回去再和这小妃嫔算账 想到这里 皇帝将目光转向其他妃嫔 冷冷开口 方才是谁 要逼连美人喝茶 赵美人深知自己躲不过 惶恐不安地请罪 回禀万岁爷 臣妾只是见连美人进殿多时 怕她口渴 故儿 故儿问她喝不喝茶 并不曾逼迫 假鬼人被吓破了的 语无伦次地说 问万岁爷 臣妾 臣妾也是关心连美人 踏踏渴着了 没有逼迫的 没有的 请万岁爷明察 皇帝冷吼一声 看向假才人的方向 你是假才人 假才人顿感不妙 声带颤抖地回道 是 正是臣妾 长蛇之父 曹德纳斯查出便是死女 在各宫散布小飞瓶 有孕之势 虽然多半是被人诱导利用 不过也当真是荒唐 想到这里 皇帝厌恶地看了假才人一眼 既如此长蛇 这舌头 既如此长蛇 这舌头 说到这里 皇帝突然卡壳了一下 想起小飞瓶就在身后 便重新说道 今后赐个的舌头 赐个管好了 从今日起 假才人贬为答应 禁足三个月 花风一年 假才人听到前半句话 被吓得不轻 等到皇帝说完 才暗自松了口气 多谢万岁爷跟点 处置好假台人 皇帝扫了其他人一眼 冷昏一声 对张庆道 张庆 给殿中所有人 都赐一本宫规 若是无事 便待在自个殿中 好好读读 张庆文言点头应下 这是殿像的禁足 是万岁爷的警告 若是再有下次 恐怕就不止于此了 莲花瞧了一圈 殿中之人 好像他也在殿中 我是不是也要 领一本宫规 归下先 想到公规 莲花就有些头疼 还不等他想明白 皇帝便出声道 莲美人 跟着回院 等皇帝带着莲花离去后 殿中的妃嫔皆是松了口气 好险 若不是假裁人 不对 假答应挡了灾 得不到好下场的人 兴许就是我了 贵妃被人扶着 一动不动地看着皇帝 和莲花远去的方向 娘娘 是不是 都退下吧 好好回去读读公规 省得被万岁爷嫌恶 万岁爷是比登基之时 已收敛了许多 但本宫知晓 他雷厉风行的铁血手腕依旧在 今日万岁爷能饶过假裁人 都是因为那位连美人 一个宫女出身的女子 真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周长在看着薛贵妃失魂落魄的模样 眼中闪过一丝讥讽 贫妾谨尊娘娘教会 薛婉君 你的时代很快要过去了 好日子也要到头了 我等着看你倒霉落魄的那日 妃嫔们陆续离开 只剩假裁人瘫在原地 实在是被吓得不轻 贵妃回过神冰冷地看了他一眼 真是蠢祸一个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还让万岁爷牵连到本宫头上 假答应 其他妃嫔只需独独公规 但你让万岁爷动了气 再把公规超过十遍 以示成见 假答应连连点头 不敢多言 凭借谢过娘娘 再说皇帝与莲花这边 莲花以诚恳的姿态 认真拍着皇帝马屁 万岁爷 您可真厉害 一个眼峰看过去 所有人都不敢说话了 皇帝不嫌不淡地点点头 这次可不会被小妃嫔 甜言蜜语所迷惑了 这回该罚的 一样都不能落下 莲花自不自地感慨道 万岁爷 您说若是我能那么厉害 那该多好呢 万岁爷这功力 可丝毫不逊于官门放狗 甚至比官门放狗更省劲 不错不错 万岁爷十分厉害 突然莲花画风一转 万岁爷 我发现姐姐会的好多呢 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姐姐 朕怎么不知道 昭恶姐姐 皇帝心里发紧起来 都会什么 莲花思考片刻后回道 什么都会 会玩弹珠 射箭 骑马 武剑 还会讲故事 哇 姐姐真的会的好多哟 样样都做得很好 皇帝早听说 徐荣英送了一盒宝石弹珠给莲花 见她满脸开心 玩物丧志几个字到了嘴边 又硬生生地吞了回去 除了这种玩物丧志的嗜好 其他的阵也会 于是皇帝期待地问道 那阵给你讲故事 讲得如何 莲花愣了一下 眼神开始闪烁 支支吾吾起来 大 万岁爷讲的 也讲得很 很好 皇帝眼睛一眯 语气凉凉地问道 怎么犹豫这么久 哼 好还犹豫这么久 神情也不对 这小妃嫔一撒谎 就这副表情 莲花七七爱爱起来 开始找借口拖延时间 那个 大 哎呀 呀 我在想怎么描述您讲的吗 呦 线下快想好了 皇帝与气凉的莲花 都想缩起脖子 小尽脑汁开始想 嘴里支支吾吾 万岁爷您讲的故事 的 那个 哎呀 在面着良心和说实话之间 这个度很难把握的 万岁爷那么精 一点也不好糊弄 不说点什么像样的话 万岁爷是不会信的 正当他看到万岁爷眼神 越来越危险时 脑子灵感一闪 感冒说道 也讲得很安眠 对 没错 脱了您的福 每次爷您讲故事的时候 我都睡得特别香呢 爷 这可多亏了您啊 皇帝细细一下 这话确实不错 每回正讲故事 这小飞瓶睡得都特别好 不枉飞战 每回精挑细选故事来讲 皇帝满意的都有点头 只是抬眼看到莲花的表情 立马觉得不对了 正讲故事 跟你赵仪姐姐比起来 谁更好 莲花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咽了咽口水 艰难的说 您 您与赵仪姐姐 无法相比 什么 皇帝都怀疑自己听错了 莲花赶忙解释道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 各有千秋 不是能放一起比的那种千秋 怎么个各有千秋 不明白尾和万岁也遇到赵仪姐姐 就胡搅蛮缠的 上回是这样 这次又是如此 真是让人头疼 于是她开始从某方面 挑截着讲好话 姐姐说的都是一些好笑的故事 而也讲的故事 嫩 很发人深省 这么看 高下厉剑 确实没白讲 算听进去了 卓有成效 好不容易把皇帝糊弄过去 莲花弱弱地说道 劳烦万岁也就紧钱 若有闲情 再给我讲讲故事 嗨嗨 就紧钱讲讲就好了 其他时候就不需要了 皇帝余光掠过她的腹部 心念一动 等孩子舒适后 这每日定会抽一些食材 与她讲故事 像你爹爹 对你那般 可好 莲花愣了一下 干巴巴地点点头 都挺万岁爷的 也说的都是对的 霍霍肚子里的小娃娃就好了 不要霍霍他娘 莲花略敢负罪满满 忍不住用手摸了摸肚子 娃娃 对不住了 不是你母妃不帮你 实在是我也无能为力自身难保呀 你父皇也是为了你好 往后便忍着些 多听听 听够了母妃再带你玩 补偿补偿 皇帝见她这么配合 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四十想起一事 便开口道 往后思想无人时 便换震昭哥哥 如何 爷的名是昭吗 国姓氏玉处是知道的 只是万岁爷的名会日常需要避讳 这叫招哥哥不妥吧 万岁爷 是哪个招呀 皇帝含笑说道 青春受谢 白日招之 春季奋发 万物俱止 朕的招字便取自于此 莲花忍不住心中默念几遍 双眼亮晶晶地看着皇帝道 万岁爷 您的名儿真好 但臣妾不能叫您招哥哥 还是喊万岁爷的好 为何不愿意喊 招哥哥是亲密无间 但臣妾还是喜欢万岁爷的称呼 这样显得敬重 万岁爷是九天翱翔的龙 自然得有霸气的称呼 小飞瓶这张嘴除了会吃 开心马配来 也毫不逊色 罢了 不急这一时 皇帝这时又开口问道 你的乳名叫南南 大名一直都是莲花 皇帝并不是觉得名字不好 只是担心是阴入宫闭会改了 莲花文言则是理所当然的道 对啊 没有其他名 莲花像的老头子一般叹息一声 本来兴许是有的 但后头没有了 此事说来话长 还得从当年的一段往事讲起 本来兴许是有的 但后头没有了 此事说来话长 还得从当年的一段往事讲起 莲花清了清嗓子 装腔做事的说道 很久以前 很远的南面有座城 城里有户人家 这户人家是城里排的上号的大户 家里卖的青露茶很是有名 总之 这户人家日子过的 那叫一个和和美美 哄哄哄 这便是你家 那么莲花之名又缘何而来 原来青露茶 还真是他家所不外传之秘 喝过的人少吃又少 难怪朕从不知晓 莲花被打断了 忍不住瞪了皇帝一眼道 万岁爷 听书可要耐心 皇帝有耐 只得比了个请的手势 是是是 莲先生 请讲 莲花清了清嗓子 继续讲 方才说道 这户人家过得十分美满 只有一件烦心事 那便是连生三的哥哥 才上一个小楠楠 后来遇到一个和尚 给取名莲花 这小飞瓶可真是狗尾虚雕的一把好手 该一笔带过之处 着重着墨 该戏讲的关键之处 一句带过 将别说戏戏 讲给朕听 莲花便将父亲夸大的故事 精挑细简 讲给皇帝 最终提到了惠远和尚拼命的事 惠远大师说 墙堡中的女娃娃五行 巨拳夫归命 是个有大气韵的 只是命里有一大劫难 若是能踏破劫难 后半生顺风顺水 钱命很贵 那若是踏不破呢 这秃驴话说一半 若有劫难 那么劫难应何而来 何时到来 却无半句言语 这个我爹没说过 具体不得而知 无妨 有阵在 这劫难定然不是问题 莲花笑着点了点头 这时 皇帝忽然拿出一盘金灿灿的首饰 哇 怎么这么多首饰 万岁眼 都是给我的嘛 你今日没给朕丢脸 这首饰赏你了 哼 这回一不开眼睛了 那张庆传话时 怎能不多看一眼 莲花不知道皇帝的心思 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 看着托盘里的朱差环配 难难自语 天上掉馅饼 腰发财了 皇帝起初还很满意他的反应 后头的话让他额头轻轻猛跳 天上掉馅饼 这小白眼狼想得到没 不教训一顿 还真以为天上有馅饼了 想到这里 皇帝眼神迷起一个危险的弧度 你这是要把朕给你的赏子 给卖了 莲花拭口否认 哎呀呀 万岁爷怎能这样想 我虽然爱财 但万岁爷赏得 万万不敢卖掉 哎 首饰当然没金元宝好了 原本想找个机会 把首饰换成金元宝 奈何万岁爷太惊 看透了我的想法 皇帝了哼一声 也不说话 莲花尴尬起来 只好没话找话 万岁爷 哎呦呦 瞧瞧您的肩膀 可真结实呢 瞧这就微无有劲 这大抵和您的胸襟一般 胸襟越宽广 肩膀越结实呢 呦呦 见皇帝还是不为所动 莲花脑瓜子一转 便对着首饰夸起来 这些首饰一看 就是世间难寻的珍宝 更是万岁爷 对臣妾的一片心意 从明天起 臣妾一天 十二个时辰都带着 皇帝神情淡淡地 看着莲花表演 嗯 这小白眼狼 不发威 谁以为朕是没脾气的 看他这可怜巴巴的样子 就暂且饶他这一回 这几般首饰 挑选几样平日带的 剩余的等重要场合 再佩戴 你现在养身体 才是首要 莲花听后连连点头 嗯 都听万岁爷的 偏殿门口 后在此处的小林子 盘算了一下时间 忍不住开口 张总管 这该用晚膳了 要不奴才 去问问万岁爷 需不需要百善 张庆见他这么没眼力 低声赤道 你没看见万岁爷 和连主子情浓绵绵 你问什么问 还不走远点 也没那么快啊 离远点 小林子听后摇摇头 张总管 小吉哥说主子身边 时刻离不得人 我得在这里守着 你小子咋这么一根筋 这里人这么多 若万岁爷 或连主子有吩咐 稍儿稍大一些 我们便能听见 赶紧走 这小子真是个 不语脑袋 让他离远一些 又不是真远到 听不到吩咐的地方 就在张庆想一脚 把小林子给踹远时 小吉子匆匆小跑了过来 张总管 晚上好了 不知线下是否去 和齐嬷嬷说一声 张庆撇了一眼 偏电方向 万岁爷和连主子 还在轻轻我我 这可说不好何时结束 不好说啊 先问着吧 主子往常下午晚些时候 都会加一顿高货羹的 今日下午回来便没有用 奴才是担心主子饿了 毕竟主子还怀有身子 不能饿着了 张庆沉思片刻 想到了妥贴的法子 现下去齐嬷嬷 纳走一趟也好 咱家过去和万岁爷饼一声 野心腾怜主子 想来很快就摆善了 多谢张总管 让您费心了 不必说这些客套话 都为了伺候好主子 小吉子笑着点点头 然后又朝小林子喊道 呆子 快去请齐嬷嬷过来 便收晚膳杯好了 小林子连连点头 好的小吉哥 看着如此听话的小林子 张庆心里那个气啊 这小子 竟然看人下菜碟 本总管好歹是万岁爷身边的红人 什么时候这么没威力了 咱家这心肝啊 真是太疼了 等到晚膳摆好 齐嬷嬷嬷与皇帝落座 莲花嘴里像抹了蜜板 奶奶一日不见您 真的好想您用 皇帝闻眼好笑的摇摇头 这小飞瓶可真是嘴天 谁不爱听 只是这个小梅良心的 从没跟朕说过这样的话 齐嬷嬷眼带笑意 小闺女说的话就是暖心窝 今日出去可好 莲花笑着点了点头 很好呀 昭毅姐姐那里好玩的可多了 我便玩得久了些 等下次确定会早些回来 不让奶奶担心 听这意思是还有下次啊 看来今日没惩罚这小白眼狼 是朕失策了 齐嬷嬷了然 但忍不住叮嘱 你如今已有了身子 令你要当心些 玩归玩 还得注意分寸 奶奶您放心 初球很有分寸的 姐姐那里有座很威风的小木马 让我骑我都没骑呢 还有好多好玩的 我就只看了看 都没完 齐嬷嬷满意的点点头 这就对了 等往后方便了再说 莲花想起了什么 笑嘻嘻地开口道 昭毅姐姐会骑马会耍剑 还说等我方便了 要教我骑马呢 姐姐可真好 皇帝听这话顿时不乐意了 何须他教 朕教你便好 朕的人 朕自己来教 何须他徐荣英来教 啊 爷 你也会骑马呢 万岁爷 你也会骑马呢 皇帝张了张嘴右臂上 心口发堵 君子六义 李月社玉叔叔 朕乃其中佼佼者 样样精通 何况区区一齐数 莲花有些尴尬 忍不住嘀咕 也没见过万岁爷骑马 不知道是正常的呀 爷到底怎么了 莲花看着皇帝黑沉沉的脸 多得想起什么 爷 您那日穿着骑马装赶路回来 莫非您骑的是马 啊 震堂堂天子 不是穿戴 一言一行都有讲究 穿着骑马装 骑的不是马 难不成 这还能骑驴不成 皇帝有些气急败坏 狠狠瞪了莲花一眼 其嬷嬷看着两人反应 低着头无声笑起来 皇帝也就在小闺女面前 能如此放松 喜行余色 小闺女可真是个宝贝 让皇帝有了年轻人的朝气 莲花忠实反应过来 自己问了个傻子问题 忙安慰皇帝 哎呀 万岁爷 臣妾一时糊涂 您不要放在心上 像您这般鹦鹉不凡 我就知道您是会骑马的 哼 这话真是骗鬼 鬼才信 莲花健壮 忍不住悄悄和齐嬷嬷对视一眼 眼神询问怎么办 齐嬷嬷微笑着摇了摇头 表示无能为力 莲花只好又看向桌上的菜肴 招呼万岁爷 万岁爷 您用膳呀 皇帝余光看到他不断咽口水的模样 不为所动 这小白眼狼今日一整日 竟跟正过不去了 实在可恶啊 齐嬷嬷嬷见皇帝不吱声 便开口说道 小闺女吃你的 别饿着 莲花闻言顿时欢呼起来 奶奶真好 这时小青端了一碗鸡汤走了过来 莲花望着炖得有些过火的鸡汤 顿时感觉直犯恶心 莲芒用手捂住嘴巴 见莲花脸色难看 皇帝当先感觉不对了 急忙问道 怎么了 可是哪里不舒服 齐嬷嬷嬷也紧张起来 莫不是今日出去用了什么不合适的 想到这里 齐嬷嬷赶忙朝外喊道 快去传御医 莲花终究是没忍住呕吐起来 片刻后 莲花呕吐完 无力地躺在床上 皇帝心疼地看着她 想到她今日去了华音殿和华庆殿 眼神一寒 起身对着齐嬷嬷道 嬷嬷 人先交给你 朕去去就来 文岁爷这是要去呢 若是请御医 下头自然有人去 皇帝急得眼睛发红 与带杀意地说道 此事单个不得 朕亲自去一趟 得亲自将徐荣英和徐婉君提过来 小飞瓶今日只去了两人殿 若是有问题 也跟他们有关 齐嬷嬷嬷看着她像是去杀人一般 心里一惊 赶忙劝服 万岁爷 小闺女这是害小兔 先等御医瞧过再做打算 皇帝不愣了 方才他光顾着急 忘了这点 于是皇帝重新坐下 懦了摸莲花的手 感受到莲花的手逐渐有了温度 方才松了口气 张庆 把店里的饭室一一验过 看看是否有问题 张庆点头硬下 便退了出去 莲花不曾想自己这一途 闹出这么大阵仗 强打起精神 爷 我没事呢 只是方才有些恶心 现下好了的 皇帝瞧着她这副虚弱的样子 心疼道 是真舒服了 就在这时 皇祖德奉命而来 参见万岁爷 见过莲主子 齐摩摩 莲花闻眼转过头来 心里一咯噔 呀 这个探头怎么又又来了 上回还吓唬我小便要趁早呢 当看见莲花 皇祖德有黑的脸不自觉皱起 这位主子怎么说呢 貌是娇气 闹得还不爱喝药 又爱别人起外号 黑探头就是莲花起的外号 弄得现在所有人都这么叫她 莲花此时开头道 嗨 黄太医 我没事 这瓶安麦就不用请了 莲主子 请平安麦飞走过场 不可而戏 若有病症 也能及早发现及早医治 莫要脱得五铁 要变尸铁 小闺女 身体要紧 刚才吐得又那样凶狠 赶紧让黄怡成帮你瞧瞧 见其嬷嬷这样说 莲花只得点点头 这位小主 真不是一般的男伺候 万岁爷真是个明君啊 有这样的妃子 很头疼吧 可万岁爷丝毫不以为苦 实乃人君也 在心里默默吐槽了一通 黄祖得上前坐下把了把脉 莲主子有何不是之处 没有呢 说完喵了皇帝和齐嬷嬷一眼 见两人都看着她 又补了剧 就是腹中空空 有些饿了 黄祖得皱起眉头 严肃说道 莲主子 说些反常之处便可 莲花有些紧张啊 细声细气道 若是说有一处反常 那便是 哎呀 好怕说了以后 这黑探头就让我吃药 皇帝见状 温生说道 乖 有哪不舒服 快快一程说一说 小闺女 快说 别胖 莲花只好乖乖说道 那便是脑瓜子晕晕的 眼皮子想打架 此话又出 皇帝二人都是有些懵 黄祖得反应过来 板着脸训道 莲主子这是困倦了 您身怀六甲式睡实属正常 平日里定要注意些血 不可太过闹腾了 莲花不服 又不敢大声电波 只好嘀咕道 不是问反常吗 这个时辰还早 往常都还不困的 陷下去有些困了 那不就是反常吗 皇帝好笑地问道 今日在华音殿 我曾捂歇 莲花摇了摇头 皇祖得此事终于能确定 起身说道 万岁爷 齐嬷嬷嬷 连主子身体康健 不必担忧 莲花闻言笑开了怀 十分高兴地说 哎呀 万岁爷 奶奶 你们瞧 我好着呢 齐嬷嬷瞪了他一眼 方才吐的是谁 有哪不舒服一定要说 莫让人担心 可知晓了 莲花乖乖点头 知道了奶奶 皇帝总算真真正正松了口气 如此看来 真是害喜了 只是这害喜是不是有些迟了 黄医成 方才人拖得厉害 恐快吐伤了身子 不知可有法子指脱 见皇帝问话 黄祖得连忙回荡 回禀万岁爷 妇人有了身孕 害喜乃难免之事 若拥药直吐 反而易伤了身子 不到万不得已不可用 若往后害喜太重 臣再开药不迟 平日里 避开让连主子 无视之气味 害喜之症可减轻一二 皇帝闻言终是放下心来 不再多问 等黄祖得离开苍蓝院后 想起连主子身上的不对之处 不由地陷入沉思 脉象快而滑有运之杖 脉搏强劲有力 只是一夕之间 偶有一派稍友一样 怪在 气血充沛又通畅无阻 怎么会这样 薛贵妃被气得头风发作 彩霞便前往太医院找御医 谁料碰见了归来的黄祖得 这个黄祖得是从苍蓝院出来的 难道是那位出事了 不行 我得套套话 这位御医哥哥 我想问你 彩霞话没说完 黄祖得目不斜是从他面前经过 见他无视自己 彩霞假装摔倒 哎哟 我的脚好似崴了 走过的御医哥哥 可否帮人家瞧瞧 若是这黄一诚回头 见我如此模样 并然会怜悯于我 我便能借机问问苍蓝院发生了何事 只是这位黄一诚回头看了一眼 淡淡说道 别打损伤找理论 他更在行 撂下这句话便转头离去 彩霞被气得脸色发红 此人好歹是个御医 我一个大活人摔倒在地上 伤了脚 怎么的也得顾及名声 过来瞧瞧 说几句场面话 可他居然视而不见 如此有恃无恐 并然是傍上了苍蓝院的那位 竟然都不把我们华庆殿放在眼里了 真是可恨 彩霞只能起身 对着黄祖得离去方向 呸了几口 呸呸呸 别落本姑娘手里 不然非得让你好好尝尝得罪我的下场 得赶紧回去告诉娘娘 这位黄一诚被苍蓝院那位收买了 让娘娘万万小心 想来以娘娘的致计 此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苍蓝院内 皇帝还是不太放心莲花 跟着其嬷嬷嬷一起听小吉子叙述在华庆殿发生的事 好一个薛贵妃 看似大度 实则包含祸心 推拨住蓝 借刀杀人 击中木 挑拨离剑用得多高明 皇帝 这就是你定来执掌后宫的贵妃 心计真是不同寻常啊 薛婉君冠会收买人心为他所用 若是不能为他所用或他认为有威胁之人 便恨不能除之而后快 薛婉君整这一出 后宫之中献几乎人人将小闺女视为眼中钉 默默教训的是 只是当初非常知识 后宫不外 刘令衣与她之间必得选一个 而刘令衣带坏了身子 故而只能扶她上来管理后宫 皇帝初登基时 清理了一番后宫 急需一人将后宫管好 便扶了还是薛飞的薛婉君上位 薛婉君一向心计过人 只怕刘芬身子败坏之事 与她也脱不开干系吧 说着 齐嬷嬷又扫皇帝一眼 直接了当地问道 皇帝 你不会就任由她这么下去吧 若是如此 恐怕 小闺女如今怀有身子 性子单纯 被皇帝独宠着 是薛婉君和易甘仁等弟一个想除掉的对象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皇帝眼中泛着冷光 轻声道 齐嬷嬷 不会一直如此下去 只是薛家数大根深 还不到动手之时 齐嬷嬷文言惊骇 赶忙望向周遭的奴才 见都离得远远的 才放下心来 此事牵扯朝局 事关重大 牵涉甚广 不可泄露一丝一毫 嬷嬷放心 朕自有主意 那小妃嫔 还需嬷嬷多多照看才是 万岁爷放心 老奴早已将小闺女当作自家人 说吧嬷嬷便转身离去 皇帝目送其嬷嬷离去 今夜她露个只字片语 只为让嬷嬷安心 那位司已被曹德全部派出 一张大网以编制开 这么多年来 也差不多到收网的时候了 皇帝目光深沉满是冷意 朝远处喊道 张庆 传胡淼淼来见朕 不久后 一个白白胖胖的太监 脸上挂着乐呵呵的笑 像个球一般滚来 皇帝身边除了张庆之外 还有一个影子一般的总管太监 便是眼前的胡淼淼 负责万岁爷的安全 以及办一些宫外之事 宫里有人戏称 说张庆主妹 胡淼淼主外 圆乎乎的胡淼淼见着皇帝 便是一跪 嘴里高声喊道 万岁爷 奴才可想死您了 多日不见 严您又阴伟了些 如今天下太平 何清海燕 多亏了您的文公武智 您之才有甚姚舜与汤 皇帝一见恶海 胡淼淼什么都好 就这狗毛病改不了 狗奴才 赶紧起来 镇长你来不是听这些的 胡淼淼顺着皇帝的话起声 笑呵呵的说 也有何吩咐 奴才定进心境里 鞠躬尽脆死而后移 主殿那头如何了 回万岁爷 一切都好 抓了几个浑水墨浴之人 奴才都查清了 乃一两个不懂事的小浴室 来探风的 无关紧要 便私自料理了 皇帝眼中闪过一抹讽刺 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干 要盯着这老师的小妃嫔 既然那么闲 那便给他们找点事做吧 张庆 明日让人拟止 将此两人调离御史院 正好梁州大营中缺几个文职 让他们过去 也好为朝廷效力 胡淼淼文言 恶呵呵地高声赞道 万岁爷真是英明神 让有用之才得以发挥作用 奴才对您的崇敬之情 如滔滔香水 行了行了 别搞这一套 皇帝抬手打断他的废话 接着道 正要你派人去查一下 给美人的亲人所在 一有消息 马上来点 主殿那头也要看仔细了 切莫出了岔子 是 万岁爷 您是知晓奴才的 牛才 不等胡淼淼说完 皇帝迈开脚步往屋内走去 懒得留在此听他的废话 胡淼淼看着皇帝远去的背影 一阵阵遗憾 转身见到张庆 脸上不由自主堆满笑容 老哥别来无恙 这精神头越发好了 可是有什么喜事 胡总管说笑了 哪有什么喜事 咱家刚犯了错 又病过一场 才干不足 蒙受万岁爷恩典 才得以继续留在爷身边伺候 咱家才不信这家伙不清楚 若不是咱家犯了错 也不至于将他换上来替了咱家 在这宫中 张庆为二忌惮的人 便是眼前之人和曹德 胡淼淼听后满脸真诚地说 哎 老哥怎可妄自菲薄 不过书一有专功罢了 料理功卖之事小弟还算错合 但要说到这功里头 为爷办事最妥贴之人 当属老哥你 说句真心话 这世上除了万岁爷 小弟最佩服的便是老哥了 张庆虽知道是客套的胡话 还是点了点头 莫要拍马屁了 赶紧办万岁爷交代的事去 那小弟告诉 等有时间 咱们兄弟二人再去 而与此同时 严庆府的一间客栈内 一门男子抬起一脚 将跪在地上的奴仆狠狠踹倒 春菜 你是怎么看的人 让人偷梁换住这么久 竟无人发现 此次若不是本少爷亲自前去 你是不是还想欺瞒于我 奴仆忍着剧痛颤抖起身 门声力节道 少爷 再给小人一次机会 小人定将那一家几口抓回来 男子仿佛听阵笑话一般大笑起来 让这么多个大活人 眼睁睁在你眼皮底下逃脱了 消失得全无踪迹 又时隔如此之久 你让本少爷怎么相信你 来人 话音落下 便有两人进来将其擒住 少爷饶命 少爷饶命 再给小人一次机会 把他丢去乱葬岗位了 这蠢货当年办事还算牢靠 但后来竟然敷衍了事 几次坏我大事 而这次宫中出现青鲁茶 这更是让人寝食难安 护卫领运将人拖走 当屋内只剩下男子一人时 他深深吐了口气 我郭家已查起家 奈何手中没有过硬的秘方 终究是缺了些底气 可惜没找到廉家人的藏身之处 要不然